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考虑到中国政治变局的时候呢 今后西藏问题应该怎么办 这个事情呢一定会经常会遇到这个困难 那对于这个困难呢各位可能都有各有各不同的想法 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身为一个藏人呢应该要稍微解释一下到底藏人的诉求是什么 所以我们目前的诉求是中间道路政策 那我把中间道路政策我们听来这是一句短短的一句话 但是它有它的一定的历史背景 以及它有它的一些特点 所以我从这个方向呢 跟各位做一个简短的说明 大家都知道1959年3月份 在西藏拉沙发生康波事件之后 达赖喇喇嘛以及很多那个藏人呢流亡到印度 1959年3月底 那从此以后呢 我们1959到1974年呢 当时的政策是要恢复西藏历史上的地位 我们的政策就是恢复西藏独立的这么一个地位 那后来呢因为达赖喇喇嘛的领导 我们考虑到国际的政治形式 以及在西藏境内的一些现况的时候 我们认为今后我们为了要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 我们要实行一种 要争取真正自治的这么一个政治意愿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当初产生中间道路的主要一个原因 当然现在在流亡藏人的社会里面 我们的所有政治运作是经过民主 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也是经过民主选举 所以如果一问我 实行中间道路政策 从1974年到现在40多年里 有没有实行的成果 我们也承认 在写决西藏问题的根本问题上 没有实行的成果 但是实行中间道路到现在呢 我们归纳的结果呢 中间道路它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我举几个例子来向各位说明 有哪些在中间道路方面有哪些成果 比方说中藏之间1979年建立关系后 那达赖喇嘛的代表 从1979年到2002年 几次代表能够参访西藏 了解境内西藏人民的声音 也要阐述我们凌亡藏人的一些想法 给境内的藏人朋友 那境内境外西藏人民 获得探亲往来 也是因为中间道路实施的原因 1979年开始 境内的西藏人可以来到印度 来见大人了吗 来探亲 那凌亡藏人也可以去西藏 了解一些情况 那凌亡藏人中的各教派的领袖 还有很多学者 大部分人 绝大多数人呢 他们都支持中间道路的政策 那第四个呢 尤其是在西藏境内的知识分子 他们认为中间道路政策 是目前西藏宪法来讲 最符合 最有可能实现的一个政治意愿 那中间道路获得了 众多热爱正义的汉人知识分子 尤其是境内的很多知识分子 对于中间道路的可信性 他们给予高度的肯定 那第六个达拉拉曼在全球开展 其政教利他的事业 没有任何的障碍 比方说达拉拉曼去哪个国家 没有任何的障碍 包括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司政 去哪个国家也没有任何政治领导人 这也是一个 因为中间道路政策实施的一个结果 那中间道路那个政策 我们实施以来 那达拉拉曼在国际上获得了 包括诺贝尔核命奖 等很多国际知名的那些奖赏 也是因为中间道路 非暴力的原则的结果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 我所举例的一个例子 但是我们为什么说 没有实质性的结果的原因呢 就是在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问题上 中间道路到目前为止 没有实质性的结果 但是有人问我 那没有实质性的结果 你为什么还要持续中间道路政策 这就是西藏人民的意愿 因为中间道路政策 从六十年代开始 达拉拉曼认为 我们今后一定要走一个 寻求自治的路线 当时他讨论了国会议长 还有该下的内援之后 1974年开始 我们成立的中间道路政策 所以那个中间道路政策 有四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就是一种通过民主的程序 来决定的一个这么一个政策 那这个呢 1988年 1991年 2002年 还有2008年 经过我们的民主的投票 西藏全体代表大会的会议 历届国会通过的决议 都认为中间道路是最符合目前现实的一个政策 所以昨天王军涛先生在会上提了一个问题 我听说很多年轻人不同意中间道路政策 所以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是 既然是经过民主的程序 那中间道路到底有多少支持藏人 藏人支持呢 就是百分之六十四点七的人 就支持中间道路 那当然我们在实行一个民主的过程当中 也有争取独立的生意 因为这个生意呢 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挡 所以现在在藏人民间组织里面 阻挡独立的主要是有两个组织 一个是藏亲会 一个是自由西藏学生组织 那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是主张西藏独立 因为主张西藏独立也是藏人的一个权力 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问题 所以我们为什么用中间道路这个词呢 我们谈中间的时候一定要有两边 那一边是关于西藏历史问题 西藏历史上是不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边呢 就是目前在中共统治下经常的现化 我们也没办法去承认 我们历史上西藏独立的地位 所以我们也不去寻求 所以我们寻求一个汉藏独立的一个政策 就是中间道路的政策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为什么要 到目前为止采取中间道路的政策 也是这个原因 那今年的8月8日 我们在黎王藏人里面刚结束大学 那前任的司藏洛杉森也继续连任 那他连任之后 他在旧的大殿上重复了继续维持中间道路 如果哪有一天西藏人民 大多数西藏人民认为 我们必须要走另外一条路线 那这个时候才是经过民主的选举 来走到西藏人民意愿的路线 那逐渐道路 到目前为止 我们实行之后 我刚刚讲过他有很多部分的成果 那部分通常我们的华人朋友认为 如果中国民主化 那心脏问题就很容易获得解决 当然只是一种看法 但是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也现在无法预测 所以民主中国民主化的藏人方面也非常支持 达赖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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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那就是中国民主化 如果中国民主化 当然很多问题自然会解决 但是目前我们陷于这个条件的下 我们藏人认为只有这个路线才行得多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继续中间道路的政策呢 原因就是政策 这是一个 另外在我们推动的过程当中 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因为中国政府把中间道路用几个字来形容 他说中间道路是一个搞独立 半独立 面向独立 大西藏 所以很多的中国年轻人 不了解中间道路的来路去 尤其在中国大陆经历 如果是中间道路政策 是一个像中国政府所讲的一样 是一个分裂主张的话 你为什么不能够把我们递交给当时中央政府的 中间道路的那个资历意见书 为什么不能公开 请那个中国老百姓阅读呢 所以这个目前呢 在中间道路这本书啊 是在大陆境内还是禁止的 如果是分裂主张 你为什么怕 把这个资料为什么不能公开化 所以这一点就可以证明 刚刚那几个话是中国政府 就是愚弄中国老百姓 但是我们值得比较高兴 是自从1989年 汉人流亡的开始到国外之后 当时从巴黎开始 包括魏京生在立 还有那个严家体先生 当时跟汉人的互动是 1989年60之后 开始互动 从1989年到现在 将近 那么多年里面拿去 那么多年里面拿去 我们得到了汉人旁边的支持 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因为透过各位在自由世界的华人朋友 你们有机会去认识 打蓝老百姓思想 你们有机会去了解藏人的中央 所以写文章发表演讲 这个自然会有效果 有些人以为 他发表几篇文章 他几句话有什么用吗 不是 他有他的作品 因为一个藏人发言 跟一个汉人发言 对西藏文章 他来的效果就不一样 所以我借这个机会 感谢汉人朋友在场的 还有不在场的 感谢你们对西藏文 那今后不管中国怎么转型 它的主地民族还是汉民族 这谁也不能改变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为什么要采取中央道路 这不是因为1979年 邓小平对达蓝老百姓的 四人代表 他的哥哥加勒先生提出了 不谈独立 什么都可以谈 这句话以后 我们才讲了中央道路 不是这个意思 在1979年之前 我们就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当时1979年 住在新华社的负责人 接触达蓝老百姓四人代表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了主地 所以达蓝老百姓也说 一定要去谈 那当时就说 只要不谈独立 什么都可以谈 所以我们目前 知道目前为主 为什么要采取中央道路 原因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 另外在我们推动 民主的过程当中 各位也了解 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甚至今年的 那个 2016年的 大选当中 也有主张 那个西藏独立的 正式参选 那后来 经过激烈的 那个选情之后呢 以前的 四正当 继续为了 所以今后 在不久的将来 在今后 我们也继续会 推动中间道路政策 那希望 那个 所有华人朋友 能够 理解中间道路 那至于您 支持什么样的主张 当然在民主社会里面 都大家有 大家各有个费用的空间 但是 中间道路的 来入区来 最重要的就是说 这是我们的意义 不是任何一个政府 或者任何其他人 强加于西藏人 所以中间道路政策是 百分之六十四点七的人 获得支持的 这个政策 那大家 有人 大家在问 那百分之六十四点七里面 包括在西藏境内的 大人 我跟各位报告 当时在 2008年 在达尔萨拉 举办那个西藏 特别会议的时候 当时我在安全部 担任重要部职务 当时我们 特别采用特殊的方法 在西藏境内的 知识分子 学生 教师 我们把 2008年 某日某日 我们开这么一个会议 因为对于中间道路 有什么样的看法 当时他们 我们没有办法 一个一个去问 因为目前 现有西藏境内的控制 那当时 我们将近收到了 大概 几百个 西藏境内的 那个想法 那他们 每一个 每一个人的想法里面 它代表了很多贊助 所以他们 也一直支持 中间道路政策 所以 中间道路政策 通常我们解释的时候 有些因为这是 突然发生的一些事情 因为中间道路政策 它有一定的来容去莫 所以这是今天 我要讲的一个简单的 如果详细的情况讲的话 可能实际上也不够 那另外一个呢 昨天那个不穷先生 他谈到了西藏民主的时候 他基本 我们的那个民主是从上到下 这在目前在世界上 几乎没有 就是达赖拉玛亲自认为 我们必须要民主 所以在当时 在1963年 达赖拉玛制定 林王赖拉玛制定 他特别强度 在现场里面 必须要加一句话 就是今后要有一个条件 如果有一天不行 也可以罢免赖拉玛 他提出了这样的意见 所以我们的林王中的 它是循序建筑的发展 昨天不穷也虽然 我接这个机会来 因为我们谈到那个 中国政治变局的时候 西藏的民主 你们可以做一些参考 因为藏人 在国外的藏人是大概 那个 十五万 那十五万里面 大部分人呢 居住在印度跟尼泊拉玛 那其余都住在三十多个世界各地 那其中在印度跟尼泊拉玛 除了印度跟尼泊拉玛之外 大部分国外的人 大部分是住在美美地区 美国跟加拿大 那我们选举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选举 在那么多个地方 我们如何去投票 这些过程呢 我希望我们的民主党 有两本书推荐给你们 这是一位台湾教授写的 《灵王中的民主党》 这里面 我们的那个 从1960年开始 昨天 不穷讲的那个过程 在目前在中文版里面 最详细的说明 这是 然后 那个苏嘉宏教授 看到2011年 我们的政治领导人 民主选举之后 他觉得那本书呢 必须要有更新 所以 200年 2011年之后 因为达兰拉玛把政治权力移交给 人民选举的政治领导人之后 他有一个更新版 民主在灵王中转型 所以这两本书是 如果各位有兴趣去了解 如何去了解 《灵王》站的民主过程 这两本书是目前 最权威的 在中文版里面 最详细的 所以 我推荐给你们 这两本书 那 如果有剩下时间 我想 没关系 提问的话 我也可以回答一些问题 我给你们做些 谢谢 谢谢 像这样 刚才我吃饭了个错误 其实是提问只能提问 不能发表自己观点 而我现在想 陈破红先生道歉 这是夏野亮先生严重的反馈 现在可以继续提问 有提问的话 一分钟时间 对西藏流亡政府的中间道路 好 请多瓣先生讲两句 新政的所谓西藏 自治区的党委书记 这种兵杰所上任三八佛 要消除达赖喇嘛尊者 在西藏的影响 看陈破红政府是怎么回事 下个月我也在美国正义藏医部 试试大家谈 就谈这个问题 是这样的 各位如果去观察 历届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党委上任之后 他一定要讲一些他的观点 所以他说今后在任期 他会设法去降低达赖喇嘛的影响 我相信他也会做一些事情 但是这个会不会有结果呢 我们看过去的一些在西藏经历发生的事情 因为他们的那一切的所作所为 他们主要讲是 主要的想法是 他想把西藏人民跟达赖喇嘛之间的那个精神的关系 把它切断 这是我认为是做不到的 因为那个1959到现在 历届西藏自治区党委 他们有同样的扣心 但是有人问我 这次那个吴英杰的那个调任 是不是改变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策 我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变动 因为前任是他满了五年 满了五年之后 吴英杰是他长期担任 在西藏担任大概将继三十多年 他对于西藏文化 如果我们破坏西藏文化跟西藏民宿习惯 那西藏人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这些他都相当理解 但是至于今后他再怎么做 我们必须要还要去观察 如果现在是这样 在有些地方呢 由于当地的领导人的工作风格 在西藏各地有些不同的情况 所以吴英杰他说今后他想设法 就是要消除咱们那么的影响 他只是说说而已 但是目前西藏境内的想法 他没有办法去切断 达兰朗巴跟西藏人民之间的精神的关系 谢谢公家先生 下面就是他首先就演讲了 因为提问时间没有了 伊利夏基先生 也是二十分钟 你讲完就二十分钟 如果你讲短的话 还有时间可以底下互动 谢谢 伊利夏基他的题目是 东托尔吉斯坦的目前的形式 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送这一本 我不在乎 请太重了 如果有兴趣 可以各位举手 我就给西藏先生 访问一下 谢谢 刚才做 啊 今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